大康风景区内共有12条步道 难易程度各有不同 九号步道长约1.5公里 2005年启用 是由军方弹药库旁的产业道路所开辟而成 十号步道长约1.2公里 2008年启用 相比九号步道更原始 路线也更为陡峭 大康九到十号步道 入选台湾百大闭坊步道 海拔320公尺 高度落差150公尺 旅程约3.5公里 约1.5小时 大家好我是一本 今天我来爬大坑九号四号步道 那如何到它的登山口呢 可以先搜寻这个大坑地震公园 那我觉得这边很棒 因为它这边还有一个工友的免费的机车停车厂 所以就可以直接到这个登山口 大的方便哦 我们在这个大坑地震公园 它有九号 九至一号 十号步道 所以那边会来换一个机车停车 我们后方机车停车呢 就可以慢慢的往后面这边走 走一段路 就可以替它套它的登山口哈 那我们的前行没多久之后呢 我们就可以看到一个海 那边是九号跟十号的这个指示牌 九号的话呢 就往这边 那我们就往十号的话呢 就往这边 那现在已经往十号 今天早上就很久 上去十号下来 到这个地方呢 会得了小酒的岔路 再记得要往上走 六号圈中 往上面这边走 我们看到就那个 专门台的地址 这里上来年都觉得 那个景观台的地址 好 哇 前方就是九之一号步道的一个终顶 那是一个凉亭 是也挺不错的 我们刚从九号步道下来 就会看到一个很棒的观景台 就会看到一个很棒的观景台 那我们从九号步道 到这边出来 就去了观景台 后面再往十号步道 那我就把它先上去 看一下九号步道的终顶 我们下方就是观景台 我们要找下面段子绕 绕到这边这边路 下面就是观景台 因为这边有一种观景台 一样的观景台 那有关景台这个寺庙 所以大家也可以在这个地方 比如先来厕所啊什么 那现在就是要前往 刚刚这个九号跟十号步道的交叉口 好的 走一走我们就会看到一个步道 它是前往十号登山口的 后面呢 有一个观景台 未经许可得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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可的 最后一路选顺利 吃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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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已經爬完10號跟9號步道了 這就是我們剛開始的旗燈店 我們下次見